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有人说 内心强大的人早就戒掉了情绪 要么强制给自己下命令 不能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 要么让自己强行转移注意力 用忙碌拼命淹没情绪 然而事实上 情绪是无法真正戒掉的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离开情绪来生活 所有的喜怒哀乐 说到底都是情绪的作用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真正的高手从不控制情绪 面对情绪最正确的处理方式 不是强行把负面情绪压抑在心里 而是找到合理的方式释放它 负面情绪不会主动消失 曾经有位心理学家在报告中讲述 我们心中的负能量需要有释放的渠道 一旦他没有被认识 理解释放 就会失去控制 形成各种各样的性格 家庭 社会问题 的确如此 成年人总是习惯性地 把负面的情绪藏在心里 因为那些消极的情绪 可以被压抑下去 或者随着时间逐渐蒸发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放任坏情绪 只会带来更坏的结果 还记得电视剧第二次也很美理 有这么一幕剧情 女主角安安 是一位全职太太 人到中年 她遭遇了事业和婚姻的双重危机 不仅因为丈夫有外遇 导致婚姻破裂 就连自己辛苦创作的漫画 也被同行全盘抄袭 她陷入了难过与慌乱之中 终日愁眉苦脸 纠结着生活该如何过下去 身边的朋友 只是一味地鼓励她 要积极乐观 要坚强勇敢 告诉她 只要熬过了这段时间 一切都会变好的 她听从了朋友的建议 找了一份咖啡厅服务员的工作 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 以此掩盖掉心中的悲伤 然而 越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心里反而越是难过 她发觉自己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后来 她遇到了男主角 男主角听到她的遭遇后 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让她收起自己的情绪 而是对她说 谁说人生非得积极面对了 消极就不是人生态度吗 安安醍醐灌顶 她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把自己这些日子 羁押的苦闷都释放了出来 哭过之后 她重拾信心 下定决心好好生活 渐渐地生活回到了正轨 她不仅拥有了一个新的甜蜜家庭 还实现了成为漫画家的梦想 很多时候 我们都觉得 长大成人后就应该成熟了 不该随意哭闹 不该随意发脾气 所以常常把负面情绪藏在心里 要求自己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可你知道吗 负面情绪也是我们情感的一部分 是需要被接纳的 若总是想压抑它 藏业它 只会被它控制 甚至被吞噬 只有正确接纳了负面情绪的人 才能用足够的理性来掌握生活 接受不完美 著名诗人舒婷曾说 情绪往往没有是非之分 但它所诱发的行为 却通常有善恶之别 当我们能够以坦然的心态接纳情绪 以反思的态度考量情绪时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情绪管理 深以为然 每个人的情绪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我们无法选择只让正面情绪表露出来 把负面情绪彻底清除 但我们可以用于接纳负面情绪 与情绪好好和平共处 学会爱自己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这样才能拥有相对完美的人生 这让我想起杨幂在节目中讲过的一句话 我就算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很讨厌的人 或者某一面出来时 是让人讨厌的那一面 但我还是觉得讨厌也挺可爱的 讨厌的我也是我 所以我会拥抱自己每一个样子 是啊 无论好坏 这都是我们自己 能够拥抱不够好的自己 才能在偶尔不那么好的日子里 也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 朋友倩倩是我们公认最开朗 最爱笑的女孩 可上个月她突然和我说 她被诊断为了中度抑郁症 仔细问过才知 她因为无法接受看起来情绪化的自己 也不愿意被别人看到自己不开心的模样 才一直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压抑在心底 前段时间她父亲去世了 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来处理事情 然后就要求自己快速从悲伤情绪中抽离出来 原因很简单 她不喜欢沉溺在悲伤情绪中的自己 也不愿意把脆弱的自己展露出来 所以只能一次次地强迫自己走出来 当情绪涌上来的时候就强制性地排斥 但越是排斥就越是痛苦 越是无法原谅自己 直到最后羁压成疾 她才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我震惊之余 不免心有欺欺 一个人有坏情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若总是强迫自己呈现出完美的样子 那么内心就会疲惫不堪 人也会一点点垮下去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是一种勇敢 更是一种最高级的自爱 坏情绪需要释放 特别认可蔡康勇说的一句话 红灯停止 绿灯行走 这是我们都要听从的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安全顺利地在马路上通行 但我们的内心不是马路 在我们内心通行的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该为自己建立内心的交通规则 认得出我们的红灯与绿灯 我们的情绪就好比内心的一盏交通信号灯 释放正面情绪时 我们可以顺利地通行 释放负面情绪时 我们需要自觉停下来 等待它变成绿灯在行走 所谓的等待过程 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学会 给自己处理情绪的时间 让情绪得到合理释放 曾经有主持人问宋丹丹 当你开始产生负面情绪时 你会用什么方式控制它 宋丹丹回答 我不会因此掐灭它 而是顺其自然 要生气就生气 要哭就哭 有时候不控制情绪 不等于我们就任由负面情绪随意泛滥 而是以更好的方式释放它 可以去运动 用汗水带走压力 可以看看书 用田径带走烦躁 也可以歇斯底里地呐喊 把内心的压抑和苦闷 统统发泄出去 生活过得舒服的人 从不会把戒掉情绪 当作自己的生活准则 因为他们比谁都明白 人心易输不易赌的道理 人这一生掌控情绪 从来都不靠人 当你懂得用正确的方式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你才会管理好自己的人生 安东尼·罗宾斯曾言 成功的秘诀 就在于懂得怎样控制痛苦 与快乐这股力量 而不为这股力量所反制 失控的情绪 不仅对事情的解决毫无帮助 而且还会伤害到自己 理性的情绪 往往有助于我们记载力量 战胜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学会释放情绪 人生才能过得更加从容孰心 世间皆苦唯有自度 学会给自己的情绪 照个释放的出口 好好照顾自己 要相信 只有走过必须走的路 才能走想走的路 历尽结束 尝尽百味的人 才会更加坚强和勇敢 只有自己内心强大 才能抵御生活的风风雨雨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